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 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每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 而自古以来 人们对死亡也是很恐惧的 以至于 人们一直对死亡后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表示非常的好奇 而据说 人死前会像走马灯一样 一生一样一闪而过 那么 人接近死亡时会看到什么 154名亲历者说出答案 看完冷汗直流 因为死亡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科学研究课题 所以一直都是有人在研究的 科学家们调查了154名 从濒临死亡的状态中 抢救回来的案例 然后询问他们临死前所看到的场景 而对于他们的描述都不太相同 有人说 自己看到了很强烈的白光 而有人说 就看到了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还有人声称 自己看到了已故的亲人和朋友 说法各不一样 看后让人冷汗直流 尽管他们所看到的场景都不一样 不过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随着科学家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发现人死后 之所以看到的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都知道 人在死亡之后 身体的各种机能都会失调 大脑便会无意识 所以人临死前看到的这些神奇的景象 是因为濒临死亡大脑的无意识行为 人在临死前 意识会逐渐消失 而这时 潜意识就暴露出来了 作为看到用意识看不到的东西 而关于这一发现 让科学家们兴奋不已 让人类对死亡这一话题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同时给人类在大脑的未知领域里 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好了